謝謝玉慶 最後的被告作業是 高級同級作業時講述故事 重現歷史的故事 作業目標 1. 擬解以歷史事件或人物相關的故事和目的 2. 使用在上述單元中開發的技巧 講述以歷史事件或人物相關的故事 實現 7 到 9 分鐘 7 分鐘 綠燈亮起 8 分鐘 黃燈亮起 9 分鐘 紅燈亮起 9 分鐘 30 秒 鈴聲響起 評論員是來自大巴搖籃 福清獎演會的前任會長 黃林惠友 祝您 喔 祝您 對不起 太激動了 因為你的名字真的很激動 你最多看就有點同情感的好 講題是毛講會 剛剛我們結束的是喜馬會 現在有來毛講會 這是籌文歷史 講員是本會的任任講員 及高級同級領袖 李慶昌會有 慶昌大叔請 因為我們上次有一個聚會 我們的人節會有喊他大叔 所以我覺得大叔蠻親切的 真的很親切 謝謝世宇 現在也做也厲害了 大家晚上好 好 在今年的11月7日 新加坡有一條大新聞 請問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新聞嗎 剛才是已經講出來了 喜馬會 對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台灣國民黨 馬英九 來到了我們這塊美麗的國家 新加坡 見面會談 這是兩岸領導人相隔70年之後 第一次的見面 這是一個歷史 很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從他們的見面 讓我回想起 當年中共主席毛澤東 和國民黨總統蔣介石 這兩位在經代史上的歷史人物 是在當時什麼時候見面呢 我們回顧歷史的故事 毛澤東和蔣介石 是在1945年8月28日 是在重慶的一座別墅 見面會談 這座別墅的名叫菲格 他是蔣介石在1939年 在重慶時候建造的 他是一座中西赫壁市的別墅 面 他的面向 他的中心和歷史的別墅 建在俄嶺公園的山上 面對嘉陵江 如果從山上眼眺 可以看到素食里的江面 風景非常的漂亮 蔣介石和蔣美宁在這座別墅 居住了好幾個月 但是現在已經是一個 成為一個 旅遊的景點 所以大家有去重慶的話 不妨去參觀一下 所以在1945年 毛澤東和蔣介石 為什麼會見面呢 在那個時候 是因為原來 原來是因為 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 張敗 中國經歷了這麼多年的 戰爭 所以共產黨和國民黨 為了不要發生內戰 為了不要讓人民 再受到戰爭的災害 雙方領導人願意坐下來 談談 共同建設 國家 在1945年 八月初的時候 蔣介石發了兩通電報給毛澤東 邀請他來從信會談 但是那個時候兩次毛澤東都沒有過來 因為蔣介石 當時有點不守信用 他那個時候他的勢力強大 抓了好多的異議分子 囚禁住 所以毛澤東不來有他的原因 等到1945年8月28日 毛澤東不來 借同周恩來 本人 乘坐了當時美國大使 赫爾利的專機 從延安來到重慶 當他們下飛機的時候 根據當時的記者描述 也沒有口號 沒有鮮花 沒有一張隊伍的歡靈 大家都知道 他們這次的 見面 是關心做 中國 現在 以未來的 前途 對人民是一個習性 這是當時 中間那個是毛澤東 當時他只有52歲 戴著一頂草帽 還有穿上中山服 旁邊是為美國大使和二利 另外一邊是周恩來 他們這次的會談進展都很順利 非常的順利 所以在一九 他們會談兩三個月之後 在1946年1月份的時候 雙風代表 就簽署了一份合約 這是周恩來在簽署合約的時候 這份合約是和平協議的文件 我們叫做雙十合約 他大抵抗的內容是這樣 就是說雙方不可以發生內戰 要長期的合作 共同建設好國家 但是很可惜的 這份協議 只維持了五個月而已 短短的五個月 1946年6月份 蔣介石領導的 國民黨政府 將這份合約給撕毀了 發動內戰 調動了二十多萬軍隊 去攻打解放軍的陣地 當時 國民黨政府軍 擁有四百三十多萬的軍隊 而解放軍只有一百二十多萬而已 所以國民黨軍隊已經超越了解放軍 三十倍 政府軍也控制了很多的大 多個大的城市 也張記了重要的一些景點 比如火車站 那些交通 主要交通景點等等 蔣介石揚言 這場內戰可以速戰速決 他還誇口啊 我要用三到五個月的時間 將解放軍的打垮了 結果 打了一年多 政府軍從四百三個多萬 打到增加三百多萬 因為十三慘重 二人民解放軍 軍隊從一百二十多萬 一直打到增加到兩百多萬 越戰越勇 第二年 人民解放軍採取了反攻的策略 慢慢收復了一些 一些失敵 也戰機了 政府軍多個重要的基點 所以在1949年 一月份的時候 國兵黨政府軍的最後一個要點 南京失陷 被解放軍攻占了 這時候蔣介石 陳飛機退守到台灣去了 這場內戰就此結束 在1949年10月1日 新中國成立 中共 召開了第一階段全國人民大會 這是1950年 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後 毛澤東發表演講 從此中國走向和平穩定發展的道路 從這個歷史故事 我們回想起 這兩個歷史人物 蔣介石和毛澤東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呢 因為蔣介石 他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好戰分子 而且 野心很大 他要國民黨當時統治整個中國 所以要把困難黨給消滅掉 結果他失敗了 而反觀 毛澤東 他走的是一種 親人民的路線 所以他在內戰的時候 他軍隊一直增加增加 從百多萬增加到兩百多萬 所以最後他勝利了 就是剛才立豬會有所講的 才公里失敗 一線之差而已 走錯一步棋 又前進鋪目了 所以現在 雷姓剛才所講的 中國現在 結起了是嗎 是 謝謝 謝謝清昌 讓我們重溫歷史 你身為新加坡人 比我們中國人 還要了解我們中國的歷史 為你感到自豪 給他一掌聲好嗎 謝謝 謝謝 現在由我們的計時員 吳維湘來做計時報告 請問他 幾位黃人節 五分十二秒 六位陳立中 六分三十八秒 第三位 女朋友七分零五秒 幾分零五秒 五後 直接 打算 是不夠 一位 八道四十分三十秒 十分三十秒 一位 七十分三十秒 一位 一位 七十分三十秒 八分三十秒 八分三十秒 一位 不夠時間 哪一位會友不夠時間 蘇惠勇不夠時間 蘇惠勇不夠時間 現在 投選這一家被告作業員的時間 有請大家把投票交給 陳寧惠勇 陳寧惠勇幫忙我們說一下 我們的立會上半堂就到此結束了 現在是茶點時間 時間大概是二十分鐘 請過癮 請等一下到外面享用茶點 九點之前 來回到現場 今晚的茶點是 明文宋會友籌備的 謝謝他的付出 謝謝 今天我們的會友們都很 積極緊張 再投選這一家被告作業員 為你們精神 立會正式開始了 現在是作業評論時間 實現是兩到三分鐘 急行 急行現在開始 急行現在開始 讓自己有趣的急行講演時間 我把時間場地交給急行主持人趙倩會友 有請趙倩會友 謝謝 謝謝 各位會友來賓 大家晚上好 我是趙倩本會的會員 今晚是我們第三十五次立會 我是急行主持人 急行主持的目的是 給大家提供一個機會 讓大家學習如何用最少的時間 把自己的想法清晰 有組織的表達出來 那麼 講演會規定四不談 一不做 不鼓勵大家 談政治 種族 宗教等敏感的話題 以避免挑起不必要的事端 那麼 也不談色情 更不做 人身攻擊 機械演演的時間 是一至兩分鐘 少過一分鐘或超過兩分三十秒 將以不合格論 那麼 急行演講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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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燈亮起 一分三十秒 黃燈亮起 兩分鐘 紅燈亮起 兩分三十秒 鈴聲響起 講員必須在鈴聲響起前 結束你的演說 否則將失去候選最佳 急行演講的講員的資格 那麼今天我準備了幾個題目 那麼這幾個題目 我是認為就是說 大家都有話可談的 所以不要緊張 那麼我想先請一個比較有經驗的會友 來做第一個題目 成績也好嗎 好 先來 謝謝 我準備六個題目 就是我們等一下做五個題目 好 謝謝 不用緊張 真的等著你 其實我還是很緊張 因為我還沒有做過集息這個環節 我今天的題目是人際關係 大家說人際關係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不管是我們在講演會這裡 就是說會長常常也必須到外匯去 跟新加坡的兩百多個講演平台 做一些近距離的交流 就比如今天 爸爸要講演會的父親 講演會呢 今天就有這麼多的會友給我們支持 給他們一個掌聲 講到人際關係 比如在國家方面 你們說新加坡跟整個世界的人際關係好嗎 好 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小紅點 但是呢 我們的領導人知道了這個人際關係 因為我們新加坡是一個地小 沒有天然之焉的地方 所以人際關係顯得非常的重要 除了國家之外 在比如說你是做事業的 做公司的 一樣的人際關係 都是我們必須重視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 很有名的公司 他們的生意都做得到全球 這其實也是人際關係做得非常好的一環 才能夠做到如此的出色 對吧 我其實不是有經驗 我今天真的就是被桌上來 我希望接下來的會友 新會員能夠勇敢的站出來 謝謝 謝謝 陳建憲隊友講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也是我心目中基本上和我想要說的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因為他是第一個人給大家做一個好的榜樣 那麼我想請第二個 登東尼好嗎 好 這個新的來賓 所以給他跟大家認識一下 好 你等一下介紹一下 各位尊敬的先生們 小姐們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講演會 講不緊張是騙人的 其實我的心裡就是說 500年前中國人所說過的 所說過的小路亂闖 我的心跳得非常的快 今天叫我演講的是承諾 承諾 承諾是一個在我們中華文化裡面是相當重要的 承諾信任都很重要 我曾經做過什麼承諾呢 就是 對我的父母說過 我會努力的工作 我會交很多很多的朋友 在這個社會上認識多一點人 這個是我所要的承諾 但是在這個社會上 尤其是商場的人 其實不可以怪他沒有承諾 因為做生意 難免會有一點點沒有跟著承諾走 因為承諾的話 他的生意可能會失敗 所以他會相沒有說100%的承諾講到做到 但是我們做人方面 做朋友方面 承諾我們一定要保持得最好 謝謝大家 真的是講得非常好 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能第一次來就講得這麼好 真的是為大家為他投展 我們還是叫新的給他們機會 給大家認識一下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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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跟大家讀一下 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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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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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來賓 大家晚上好 好 我 有人上台的時候 他們不要上台 因為他們不要做集席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直說 我有一個結果 比如說 他們說 哎呀我從來沒有機會講話 還有 我 緊張 還有我沒有做過集席 謝謝這個是廢話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在你們的生活中 生活上你們有很多機會講話 比如說 如果你們跟我的 跟你們的老師 講家 你們要 講家 謝謝 你們要 知道你們會怎麼翻譯 如果打 他們會罵你 大家隨便罵你 你要 你要知道 怎麼回答 還有如果你們跟你的 女朋友 還有你的老公 還有老婆 找家 你們要馬上發音 也繼續罵他們 如果你們罵他們很 很好 很兇 他們會對你們刮目相看 還有 我覺得跟我一樣的 按摩 我們 不會 我們 不可以說 我們不要來 華語專演會 所提起 因為我們是按摩 我們不懂華語的 其實我們要多多抓機會 給我們 給大家 給本地人 看我們 多麼優秀 多麼聰明 會這樣跟我一樣的 三個語言 謝謝 我今天一點就不接續了 哪有 你怎麼會想清楚 我們是功夫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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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嗎 有嗎 我两个字还不认识能讲到这样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意思我听懂 所以我觉得讲得非常不错 那么谁勇敢地出来讲一下 李明锐来 压力非常容易 你能拉披 就是你的有幸 幸运知道非常好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开心今天能站在这里 我今天这个题目 即使演续的这个题目 叫做压力 请问暂时的各位朋友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压力 我想问的是 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 缓解我们的压力 其实这个说起来都很简单 每个人当遇到压力的时候 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 把这个压力就是分解开来 对吗 但是当我们继续朋友的时候 我们都会告诉他们 哎呀压力很简单了 要如何的 就是说缩解这个压力 我们生活不要太紧张 对吗 其实压力太过多了 影响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生活都会有影响的 我们都会劝别人 今天我想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说 当我们在座的各位伙伴们 就是说压力了 我们真的要从内心的 首先我们要征服自己 我们要把这个压力就是说 缩解压力 让自己更年轻 生活充满信心 感谢各位 李明律我讲的很不错啊